机器开机呢,首先打开电源开关 它会进行一个有一个储气的过程 储气满以后的话,它会自动停机 这个吸吐呢,一定要挂回这个吸吐位 不然的话,它会一直在工作 所以的话,在工作的时候不使用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它挂好 吸吐拿起来就可以工作 就可以进行一个吸水的过程 吸完水以后的话,不用的情况下 打发回挂架位,它就会停机 手机,左高右低 按照手机管的这个位置 左高右低 高速手机呢 试一下,咱们高速手机的话 气是这个去调节 手机的水是这一个 L是代表左手机的水 R是代表右手机的水 这样子,不用的情况下 水要有这个调节法把它关紧 嗯,第四个按钮呢 是一个高低速手机转换的按钮 往上拔的话是左边的高速手机 空气 然后往下按的情况下 是低速手机空气 嗯,同样的水也是 嗯,一个旋转的按钮 是左边的第二个键 R是代表右 然后是这个排污阀 这一个呢,是在机器水 进水瓶没有水的情况下 要换水的情况下 首先关掉电源开关 然后按这个阀 把机器内部压力表指针显示的那个气压排气 归零 归零以后的话 再打开机器 然后拿出那个进水瓶进行换水过程 污水瓶呢 在进水瓶换水的同时 记得把污水瓶里面的水换掉 因为污水瓶里面的水 不能超过80% 这样不然的话 机器会有出现那个回水烧掉的危险 嗯,烧掉了以后的情况下的话 机头会有一个寿命的延迟 机器